歡迎光臨 謝謝 我們今天 在庭德總紀念公園 來基盤庭師的紀念會 首選的我代表台南市社會國界 現象無限庭師 懷良庭德總紀念公園 同時感謝老宗教創教師 以及我們親戚好朋友 我們在台北,我們今天館起來 我們感謝我們 我們的神武師、王守國 王老師、我們台南市各位議員 大家共同來參加 我想我們在這裡 水書紀念 當中紀念公園 自我個人的看法 可能我們兩項 我們一定要去學習 第一項當然就是 學習 成為我們的精神 他有什麼樣的精神 我們一定要學習 第一就是 憑他的良心在做工作 我想對聯絡論書的歷史了解的人 我們大家都清楚 他本來是台南市的見過 在那少許人會的時候 到日本參加 思法科的國政科技 然後又回到台南參與 這個就是所謂的工作 那這個 我們一開始是 執筆邀請他參與 公務人員 訓練所有的所長 他跟他記載 他跟他記載 他跟他記載的理由就是 做官僚要有 貪污的準備 他不願意賣賣 他自己的良心 所以我覺得我們第一項 應該要學習當中論書 他那種良心做到的事情 那第二呢 我們學習什麼呢 學習他的政策 這個禮拜發生了後 當然台灣社會很亂 但南市也沒禮貌 那那個時候 他受到大家父統 雖然說他那個時候 身體有麻煩 但是他來接種 在我們做這個工作 那很快 因為曾經擔任過境官 擔任過律書 所以正經過 跟人家的這個動亂 給他一點點 好奇兵的 等過 比較安穩的這個生活 所以他這種算是很有正義感